二十四项的 那我觉得 对 二十四项 我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 几个相关的长官说 这件事情其实在95年 其实就有讨论 那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 那反正没关系 反正已经讨论 然后那时候 因为BOD的事情没有 所以就是 还是要做件事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follow 刚刚第一位先生 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好 比如说你们告诉我们说 要把三十八项 上尾的那条路 打通到 连接到大道路 可是却要把 广磁国爱院中间 就是结结 就已经把它 围好的一个公园 把它弄断 对 然后再把它打通 但事实上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住在这里 已经二十五年了 我十几岁就住在这里 那我们其实 整个林口街 这不管是二十四 就这个弯的 这个幅度的林口街的 这些像 其实我们是一个还 就是说大家 其实这一片是一个 呃 住宅区 然后我们其实 从小的那个交通的 呃 进出其实都是松山路 然后一直到 就是沿 就是接到那个 中宵东路五段 那 那其实 假如说我们现在 把大道路 就是 就是 三十八项 跟大道路 大通的话 其实就有可能把这个 呃 宁静的住宅区 因为你会导进 更多的交通的 这个双双向的人进来 那因为我们现在 在这些 在这个巷子里面流通人 基本上都是 这边的住户 然后 然后部分 那因为 外面 松山路是最主要的 那个流量的 就是 风车什么的 那其实假如你把那些人 你把那个大 这个通路打通 把那个外面的一些 呃 来往的那个交通的 车子导进 林口街里面来 然后还要进到 三十八项 可是事实上 三十八项是一个 是本来就是在这块大片 居民当中 其中的一个巷子 然后你三十八项 倒进来之后 那你又要穿到 你又接到 林口街 那个菜市场那边去 那可是你要 你要叫他们 那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林口街 外面我们菜市场 这条弯的 从小以前 就是一个 大水沟 它是一个大水沟 它是一个弯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所以那时候是整 是我们外面 菜市场这整个 是 就是现在的夜市 这一条 那 呃 它是大水沟 然后补 补填补起来的 那中间 中间其实都有很多人 在讨论说 那为什么外面 松山路的路 那个来往那么小 为什么我们不把 外面的公车 放到林口街 这条里面呢 可是就是因为不行 因为这条大水沟 因为当初是大水沟 然后填了很多很多 就把它变成了 就就是觉得说 哦反正要繁荣 都就是把大水 那因为大水沟 常常淹水 导致林口街这边 全部常常淹水 所以把它填起来 但是经过安全的考量 它是 它是不能够行驶这么多 比如说大公车 在那边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的 所以 我想要补充就是说 打通的那一段 那你把 你把车倒进来之后 那都怎么出去呢 那是不是变 以后车子就是这样子 走来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会对 居民的 就是住 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大的 比如说 按休息上面 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早 我想补充 早上菜市场 已经吵得不得了 你现在再把车倒进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要叫我们怎么办 因为菜市场 已经真的是 让我很受不了了 对 我已经困难过 我困难1999 那什么 那个那什么 1999 对都没有效 我其实很不高兴 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想要来 来反映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讲太长了 那个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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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